认真讲电影《温情说故事》让我的声音走进你的心里 我是乐乐,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悬疑谍战动作片《极寒之城》 故事发生在冷战时期,女主是名英国特工 影片开始,女主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正面临斩光的审讯 然后女主叙述了过去十天执行任务的过程 十天前,一名英国间谍被安排和一名东德间谍眼镜男进行交易 眼镜男交给英国间谍一份名单以获取自身平安 这份名单藏在一个手表中,里面有各国间谍的信息 可英国间谍得到名单后,就被一名苏联间谍大胡子杀死 而名单也被大胡子拿走了,之后就消失了 显然大胡子并不想把名单上交给苏联,而是想卖个好价钱 所以女主的任务就是表面扮成死者家属委托的律师 去东柏林借回死者的失手 实则是找到藏有名单的手表 并且还有一项秘密任务 这个名单中有一个苏联和英国的双面间谍 女主务必查出这个双面间谍是谁 而女主到东柏林后的接应人是潜伏在那边的头号特工小胡子 小胡子这边正在和眼镜男交涉 眼镜男已经将名单交给英国间谍 让小胡子履行承诺 将自己和家人送到安全地方 但由于名单不见了 小胡子并不想帮助眼镜男离开这是非之地 这时眼镜男说自己已经把名单背了下来 小胡子若有所思地答应了眼镜男的要求 然后女主来到了东柏林 刚下飞机 有人称自己是小胡子派来接女主的 女主上车后看到后面有车跟踪 意识到情况不对 于是用高跟鞋和车上两个人对打 导致车翻了 小胡子从后面车下来经营女主 原来之前接女主的是苏联间谍 女主有些疑惑为何刚下飞机就有人知道 在仔细间还有一个长发女跟踪女主并拍照获取信息 不过这一切早被女主发现了 晚上女主在家中洗澡 小胡子突然出见 但由于都是英国间谍 女主也没再多怀疑 不过女主问小胡子是否认识眼镜男时 小胡子却说不认识 第二天女主来到死者住处查看 发现死者家中一片狼藉 早已被其他间谍袭击一共 还遇到了柏林警察的袭击 还好女主聪明 且无理之报表 成功逃了出去 可小胡子是唯一知道女主去死者住处的人 于是女主来到小胡子家中 问小胡子是否查到名单的线索 但小胡子却巧妙地反问女主是否查到什么 晚上女主来到一家酒吧 这是一个男人不厌其法的搭讪女主 还好长发女及时出现 帮女主解了威 两人相互认识后 长发女给了女主一个俱乐部地址 希望女主过来玩 而小胡子这边竟然一直在监听女主 并且手上的石膏也是假的 只是为了更好的藏倾听器 女主也意识到小胡子不可信 打算联系新的线人 但刚出发没多久 就被一些苏联舰借定上 又经过一番激战后 女主成功逃脱 见到了新的线人睡哥男 不过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信息 另一边的大胡子终于出现 在黑时散播消息 打算出售名单 当天晚上 女主来到长发女介绍的俱乐部 然后长发女竟直接吻了女主 带女主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不过女主早知道长发女的身份了 故意跟着她来到安静的地方 趁机质问长发女 在女主的逼问下 长发女说自己是法国料工 也知道女主的身份 但法国和英国是盟军 长发女也并没有恶意 于是女主就在长发女做了羞羞的事 俘获了长发女的芳心 不过在女主眼里 这样做只是为了获取更多情报 另一边 小胡子和大胡子见面了 小胡子趁机杀死了大胡子 抢走了名单 也看到了名单里的所有信息 知道了双面间谍是谁 但这件事小胡子并没有告诉女主 而是约女主到一家酒吧见面 这时小胡子告诉女主自己见过眼镜男 并且眼镜男记住了名单的所有名字 由于女主始终没有找到更有力的线索 所以女主决定改变计划 送眼镜男离开柏林 保住了他的安全就等于保住了名单 但在护送当天 眼镜男在人群中被枪打中 而开枪的正是小胡子 女主只好戴眼镜男躲了起来 却被一群不明失分的狙击手追到 经过长达十分钟的打斗场面 女主终于戴眼镜男开车离开 可最终女主的车被冲来的大火车撞到了水里 眼镜男还是被淹死了 女主活了下来 基于帅哥男的帮助来到了自己住的房间 发现都是窃听器 女主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小胡子做的 这只长发女来找女主 也知道了小胡子是叛徒 然后打电话给小胡子说知道她的秘密 原来在小胡子得到名单后 独自见了苏联长官 而这一幕刚好被长发女拍到 于是小胡子就来到了长发女家中 勒死了她 女主到处找不到小胡子 也来到了长发女家里 看到长发女惨死 女主很崩溃 在长发女家中 女主找到了小胡子和苏联长官的照片 小胡子这边烧毁了自己的住处 打算离开 可没想到女主却找到了她 开枪打死了 并拿到了藏有名单的手表 也是因为杀了英国在柏林的 头号头公小胡子 才面临长官的审讯 不过现在真相也浮出水面 根据长发女拍的照片和女主的证字 已经证明小胡子就是双面见地 之前女主遭遇的危险 也都是小胡子想借刀杀人 长官听后决定不再追求死事 并将此次任务抹掉 不过女主并没有交出名单 三天后 女主见了苏联长官 原来女主才是双面间谍 并且把名单给了苏联长官 可长官竟然想杀女主灭口 但这些苏联菜鸟根本不是女主的对手 女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都杀了 并在帅哥男的帮助下 女主成功离开 然后见了美国长官 将真正的名单交给了对方 原来女主是美国派到英国和苏联的三重间谍 其实本篇在开始也做了很多细节铺垫 比如女主在酒吧遇到待善的那个男人 就是苏联长官 女主也曾和美国长官私下见过面 而小胡子也是看到名单后 知道女主是双面间谍 才被灭口的 并且这些任务的过程也都是女主叙述出来的 最后的反转也算是合情合理 但作为一个叠战动作片 人们大多都忽略了剧情 而是更加爱看动作器和畸形戏 不过就女主的颜值 长镜头的打戏和两个女主的畸形戏而言 这也是大家忽略剧情的重要原因吧 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